HELLO 大家好,我是劍盛 那現在來分享的是八本的部落戰 其實距離上一次分享八本的部落戰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差不多好幾個禮拜了吧 都記不太清楚了 那這次上了部落戰人數有點多 那八本的部落戰也蠻精彩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是上一次的啦 上上次 那我一樣是分享三個 那應該是從查理後面 中國人還有古 還有Echo Echo最近回來了 Echo的皇室戰戰很強 不知道他還有沒有在玩 然後最近回來我們的部落 也是 寶刀未老 先看中國人的 先跟大家分析一下這個陣型 這種陣型呢 其實有很多相似的陣型 那這個陣型就是之前拍那個 嗯 狗 那個叫什麼 八本的五球流 還有什麼 反正就是之前拍過把中間防空 處理掉那些陣型 反正類似啦 這種陣型其實很多人都拿來防龍 那這種陣型如果要用地面部隊打的話呢 其實應該看說 它裡面通常都是塞電塔 還有雙炸彈 大概就塞這兩個東西 那其實可以看說它這邊也空很大一段 空格 那其他地方呢 可以看到說 你可以整個量掃過去 唯一有可能塞大炸彈的地方就是上面 中間 還有下面這一邊 那我覺得上面跟中間的機率比較大 所以這種陣型就是 如果你今天怕弄石把柱 推不好推的話 想要第一次打不到大炸彈的位置 你就這邊下一顆石頭 然後這邊下一顆 從這兩邊打進去 先踩來看有沒有大炸彈 那我覺得 這邊如果你今天只有看到一顆的話 那剩下兩顆應該都在這裡了啦 裡面雙炸彈的機率是還蠻高的 那我們來看中國人這個推的 一樣是用石法桌 然後是兩顆石頭六個炸彈 下面標準的石法桌 弓箭手一帶十隻 然後下兩隻出去引援軍 右方援軍的是龍 弓手還有法師 加速把援軍看完 好下毒藥 清掉援軍之後 下一顆石頭在三點的地方 一樣石頭另外一個下在 剛才說的一點的地方 因為上面是目前來說 石頭進去是唯一可以踩到大炸彈的 那下面的話我覺得機率比較小啦 上面比較大 所以是從上面進攻比較好 那為什麼不要上下這樣進攻呢 你們看怎麼 為什麼不要上面打之後下面打呢 因為這樣子分太圓了 你的法師很容易死掉 這樣火力不集中 石頭也很容易 很快就碎掉了 然後這邊進來 看到說沒有踩到大炸彈 那這樣大炸彈的話 絕對就在裡面了 還有剩下的三個位置 那重點要小心的就是裡面有可能是雙炸彈啦 好下面踩了一顆 那對手就是把一個大炸彈放在下面 要騙人家敵人的 整個路線 就這樣騙敵人說 讓你感覺是我大炸彈在上面 然後剩下的雙炸彈應該就在裡面了 那還好對方的陣型並不是白說雙炸彈放在一起啦 而且有點分開你看到有點分開所以他豬並沒有直接被炸死 還蠻驚險的 那這個陣型他自己改的我覺得改的還蠻聰明的還蠻不錯 中國人推三星 如果他大炸彈位置再放更好的話 這個大本要推起來 會有點辛苦 好那我們看第二個 這個是鼓打的 這個陣呢就是像那個左翼右翼的陣型 但是他比較不一樣 這邊通常這兩邊都會是雙炸彈 那上面呢 看到說上面也空了大一格 那通常來說 以前我跟大家講的打法都是左邊右邊 割下一個石頭上面放王 但是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個王 還有兩個小炮 那這樣的話上面單純是王不夠的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這種陣型可以帶到三顆石頭 三顆石頭去打 然後豬帶少一點 用援軍的豬去彌補 因為三顆石頭進來的話 這一邊 這一邊 還有這一邊 的東西都會被打掉 那你剩下的豬呢 大概15隻加上援軍的 共15隻 就直接從下面這樣丟過去 這樣差不多就三星了 而且法師塔一次可以推兩個 OK 那其實上面這邊應該是有盲點的 就是放蒼蠅的話應該是可以把 這個王給打掉蠻多的血量 因為上面防空 並沒有到很 並沒有 碰到太多的範圍啦 應該是可以摸到一點點了 然後才會被防空打死 好這邊圓圈拉出來 然後一樣下一罐毒藥 加速看完 他下一顆石頭在左邊 那另外一個石頭是選擇 躺在這個位置 好這個就要炸進去 目的就是要讓石頭進去踩到裡面的雙炸彈 那 這一場骨 你看他炸彈並沒有炸好 並沒有踩到大炸彈喔 所以他這邊這個就要臨危不亂的 這時候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 炸彈並沒有炸開 你就直接下豬 下幾隻豬進去 把劍豬打掉 等一下左右各下豬 右邊下兩個左邊下一個 但左邊也太慢下了 好右邊 左邊小石頭有碎進來 但是感覺數量還是不夠 他再放一隻豬 好右邊踩到雙炸彈 這個夠賺 還剩7隻豬 那左邊這邊 看到說他就直接 放豬進來了 他為什麼敢這樣放呢 因為 他這個零打掉之後呢 豬就只會這樣子 走過去 所以不會踩到這邊的雙炸彈 所以他就可以直接放了 因為時間很寶貴啦 好 然後帶個踩個大炸彈 跟小炸彈 這樣就處理的還蠻棒的 雖然說前面 一開始失誤蠻多的 但是後續處理還是非常好 這種陣型用死把豬 是非常好推的 OK 三星 那麼看下一個 下一個是A口的 A口是萬年八本 這個是對方的不規則的八本陣型 那他的波羅城堡是內置 比較稍微的 不好贏 但其實 還是很好贏 從上面放的話 還是很好贏 他就是放內置 但是 又沒有放得很好 除非他前面這邊 塞了一堆彈簧 因為唯一能進來 就是前面這邊 要不然就放電塔 但他並沒有怎麼做 OK 他直接放三隻豬 放三隻豬 想要打掉 第一個 劍塔 帶援軍 順便帶掉劍塔 但是 又王 然後又有 法師塔 還有一個電塔在打 他如果這個劍塔呢 是放在這一邊 這援軍就難贏了 他就不只要浪費三隻 要浪費到五隻 好援軍一樣是用毒藥處理掉 好處理掉之後下一顆石頭 再一點另外一顆下在電塔的地方 好王放在中間 那這邊炸掉炸開來 可以看到說 EKO炸彈剛才是帶到 8個 是蠻多的 他就是要用 直接炸進去了 一萬我們的成員打 幾乎都是帶地震 去打這種陣子 EKO比較不一樣 直接帶一堆炸彈 也蠻聰明的 你看有直接炸進去 像石頭走進去了 好 豬是分批放 還有留五隻 因為對方大炸彈還沒有踩到 然後再把援軍珠放出來 聽說石頭 糖的傷害 非常多 還沒睡 這炸就非常棒 好這邊直接下一罐補血 左下方 直接下一罐補血 這罐補血也是 雖然提早放 但那位置也是很好的 因為那邊有可能會有大炸彈 丟兩罐法術 修爐對手 OK 都打得非常好 這就是我們 這次 不是這次 上上次波羅戰的八本 我覺得打得還蠻不錯 分享給大家看 那有什麼問題就 在小方提問吧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感谢观看